现在还是点动出丝 这边垂直 这头看了一个铁丝 现在还是一个长一个短 长短不一样 看到没有 还是调节 调节的话 将这个 这个往左边调 可以把外边那个铁丝调长一点 松开左边螺丝 紧右边螺丝 将两个铁丝调整 上下两个丸 上下垂直 调整好之后 再看一下这个铁丝平整度 这边垂直 看右侧 还是往这个方向倒 还是往这个方向倒 就调整这个手轮 顺势地旋转 往回抽这个刀板 往回抽刀板 抽完刀板之后 这个模具上边这个刀板 离着这个切丝刀距离太远 需要把这个平台往右侧移 调整这个第二个手轮 右侧手轮 逆时地旋转 将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往右侧移 就是这个切丝刀 按着这边这个模具上边这个刀板稍微近一点 调成这个状态 这个切丝刀切的时候 切两个切丝的交叉点 这边 这个顶弯的地方 这个顶弯的地方 需要顶这个弯 一二三 第二个跟第三个中间 这个东西是顶弯的 只有顶出弯度来 才能穿上铁丝 现在开始调整这个后边挡板 开始调整它 按切丝刀 切刀盒 切刀盒 点动 点动 轻轻点动 轻轻点动 点动 点动 对 这样 把这个 松开这个螺丝 将这个挡板 降挨不挨这个 这个铁丝 松开它 OK 往外边挫 好 紧死螺丝 紧好之后 开始调整这个 这个顶弯的 松开里边螺丝 需要顶这个地方 顶这个地方 松开 松开 OK 按下切刀 看顶切丝刀 切两个铁丝 叫它这个地方 一顶 顶出豌豆来 顶的豌豆小 看没有 这个地方顶的豌豆小 还需要调整这个 稍微再往外 调上两三毫米 现在开始点动 出丝 开始用卷尺 量一下 你需要的长度 这边需要挂到这个丸上 这头来之后 也是这个丸 现在是一米四 你需要调整几米宽 你需要量到哪 现在是一米四 开始数这个丸数 数丸数上下 到这个地方为38 需要在丸数设定 设成38 确定 OK